有关于档案就回到我们自己的电脑 我们刚刚是上网的部分对不对 那你回到自己的电脑 如果你有比较重要的档案或资料档 你可以做一些加密的动作 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把什么 营养的档号密码 或者一些比较重要的档号密码就存在一个档案里面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如果你存在那边 对人家来讲也是很方便 一看就全部看完了 所以你可以保护一下这个档案 或者说你这个档案是有比较重要的 你不需要让人家看到的 那你可以帮他做一个加密的动作 那我这边呢 特别跳了两个 都是不用安装的 就是 你比较方便的 因为事实上有很多都是要安装的 那除了加密跟解密以外 有一些机密资料要怎么样 要 自动销毁 对不对 所以你去网路上找找这个关键字 档案税子机 就可以找到一堆 只是大部分都是用安装的方法 就是把那个档案怎么样 千刀万剐 我们之前不是有 档案救援吗 但是 那个是真的一般性的 你如果真的千刀万剐之后 他还可以告诉你说我要删几次 把他彻底销毁的那一种 所以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的你可以去看看去找看看 所以那个这个我就不提供了 那我先找这两个 那 下面 我看一下 上面这个 是有中文的 下面这个是英文的 都可以 所以我们先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您从那个 网站上就可以下载 好那么我们找到这边 好 在这里有一个 这里我把解压说出来 您只要解压说字词就好了 因为我本身就有 有放那个资料夹了 所以您看这边 这里有两个 有没有 好这里有两个 我用上面这个有 中文的给你看 好进来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 这个 应该 对这个 点两下就可以执行 好 有没有中文的 对不对 好 那你今天你可以选择 你要 加密的是单一个档案 还是整个资料夹 假设我是单一个档案的 我就来选 比如说在这边 找一找 嗯 我看看哪一个 好假设这个 我要把它做一个加密的动作 好确定 OK 那你就按这里 看你知道保护还是恢复 都从这边 按一下 保护或恢复 他就问你你的密码是多少 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密码 加一个密码把它锁起来 好像你有打那个保险箱一样 不过各位要记得 保险箱 密码要记得 不然 那个会打不开 很多人 最近那个 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 海巡那边有那个 尿 自然的就是给一个密码 事实上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产生一个 各位有没有用过自然的凭证 或者是那个 像老师如果有玩股票的 有没有老师玩股票 有用那个股票软体 他会有一个要 会入一个叫金钥吗 没有 那是我玩比较多吗 那个 如果安全性要够 我们刚讲SS有不太够 对 所以说 因为那个签字要钱的问题 一定要确认好身份 双卖身份 所以一般你可以用主卡机 这是一种保法 另外一种就是要有那个金钥 会有一个加密的档案 那那个档案呢你放在浏览器里面 他就知道这条电脑 是你的 这样你了解吧 有很多方法 就是 那所以他在这个安全这边他也有这种方法 只是说我想各位 那个档案还是不要交给你好了 不然我怕 你多用的可能 到这又搞丢了 但又更麻烦 最简单 我们就先用最简单的 你就是用一个 密码 比如说我现在就这样 但是有些人打的时候 有时候会怎么样 搞不清楚 对不对 你看我打了四个字 再打进去 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 你可以显示一下 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确认 然后要保护 他就帮你保护起来了 好 那OK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档案 刚刚我是用一个ZIP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副导名变了 但是打不开了 等于说打看虽然你看得到 但是你打不开 因为你要那个密码还原回来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还原 一样找刚刚那个软体 找到他 告诉他 这个档案 我要解开 从这里 保护跟恢复都一样 反正就是从这里 把密码打进去 恢复 所以 所以您看到这边 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那个压缩档 有没有回来了 所以 反正加密解冻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大致上是像这样就很简单 那么 今天如果你要做那个 移除文件的 其实 这两个软体面都有类似我们刚刚讲那个 叫做档案碎子器的功能 假设你有某一个软体就要移掉了 他有一个工具 我记得 这个 这个好像没有 对这个好像没有 另外一个有 另外一个有 就是 你在 在 删除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 就是做最直的动作 这个 应该是这个 不过因为这个没有中文 这个没有中文 所以我想我就 你看这有一个 壁壘有没有 在这边 外 你就可以 看你要 少掉哪几个档案就把它 彻底销毁 所以 大致上 之类是像这样 所以跟各位大致分享一下说 其实如果你 自己本身的资料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简单的做一些加密的动作可以 保护 可以做保护 那么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各位 学生应该是暂时不用报税 当然老师可能就要报税了 对不对 你要报税的时候 请问你有没有用自然冷凭证 应该大部分现在都会使用比较多 比较方便 老师讲我自己这样用比较方便 那所以你会有这个读卡机 那么各位有没有用过网络ATM 网络ATM也很好用 但是记得一件事 他只有一件事不能做 就是领钱 对 他不会付钱出来 但是你所有其他工程都可以用 所以要小心 网络的话 你如果是在网络上 用ATM组卡机 他会多很多步骤在做什么 叫做动态 键盘 有没有发现那个键盘每次都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在键盘上按键 有那个键盘测入器 有些人去网咖 他去打密码 就知道 因为键盘那个号码 那个讯到是固定的 所以你要用滑纸去按 那每次那个号码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那么 这个呢 为什么他们要用这样的东西 因为 你有那个卡片的时候 可以确认 今天用的人是你 你就像他一定会加密 HTTPS 就是SSL 这样的设定一定有 但是他还是要加上就是身份确认 所以你的卡片啊 你要插进去甚至他除了动态键盘 还有什么 抽把卡的机制 也就是说你 万一你离开社会 人家看到 看你家 太好了 他就把你拿去用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会提醒你 你有没有遇过有些人 提款卡 忘记了就留在提款机那边 有啊 以前有啊 现在比较少 现在比较聪明一点就是 领钱之前 卡要先抽出来 有没有 我们像那个 程序变了嘛 以前是领完之后 卡再抽走啊 很多人记得领钱 卡放进哪 但那个现在先倒过来 先抽卡才能够领钱 这就是他要去做一些调整 那 这个也是一样 尤其你放在自己办公室的 是人家就 那个 所以网络上他一定 除了 动态键盘 还有 这个 抽把卡的机制 再给你确认一下 这张卡是不是有在你身上 所以这个是 像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所以各位呢 如果你在用的话 是很好用啦 但是就是说 方便之余 安全性 你要自己坚固一下 这个要小心 那 读法器如果你要 假设你要买比较好的 建议各位 自然冷凭证 各位知道去哪里办吧 去 户政事务所 相公所 都可以办 5年一次 一次200块的 还是250 但是你可以展延 3年 也就是说8年啦 8年250块还是200块 但是过了这个时间 就很抱歉 还要再办一次 因为那个卡要 交回了 所以这个是 自然冷凭证 那 另外一个呢 跟浏览器 很有关系 我们 这个我录另外一段 好